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 我是汪杰明 原本预期昨天的学生 跟教长的促膝会谈 会有比较正面的结果 但是看起来学生失望了 学生宣布在十点钟的时候 会继续的在教育部风雨无阻 即便是台风来了 也要在教育部抗议 那这样事情会不会 就是永远没有答案呢 昨天晚上蔡英文主席 有去这个就是去关心 这些教育部的前面的学生 那被喊出动算动算动算 因此国民党就说 这是政治的这个角力 这个蔡英文收割了 这次反科纲的政治角力 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喊 蔡英文动算动算动算呢 那原本一个反科纲 会变成政治角力 事实上结果是怎么样 毛奎在前阵子说 他对于学生的死亡感到难过 是外在环境所影响的 但今天立法院跟 这个行政院的 行政院立法院 还有马英九都已经定调了 他们认为新旧课纲 同时让学校来选书 就是一个让步 没有再让步了 好 而且认为说 这个事情再下去的话 就是政治议题 你同意这个看法吗 那最后一定问题 要问你一件事情 当这个新版的教科书 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执行 被执行 出版商会有亏钱的可能 你同意拿你的钱 来补贴这些新版的教科书吗 我先提醒观众朋友 这里面新版教科书 新版的这个 这个就是出版社有包括 克异 史记跟北医 而这些的背后老板 是包括了 就是最近在克刚小组里面 谈到的人 包括谢大明 还有所谓的这个张亚中 都是出版社老板 你同意拿你的钱 去补贴这个出版社吗 好了 当然当然我们今天 还是要谈一点点的经济问题 很抱歉 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我们的PMI就是 采购金融指数 就代表未来六个月的经济状况 连续四跌 已经确定进入到紧缩期了 当我们在讨论 所谓的克刚的时候 我们叫我们的这个国发院 就是我们国发费 就是代表我们经济发展的国发会 说内需仍然活弱 难道政府要带头说谎吗 因为事实上现在的状况是 对不起 要跟大家报告 最新的状况是不是 不是只有电子业 产业糟糕 现在状况是你敢花钱吗 最近的状况是预期心理 影响消费 害怕失业 股市不振 整体经济看不到未来 造成民众不敢消费 我在问一件事情 台湾经济发生这么大状况的时候 我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国发会还要带头说谎吗 当然经济议题不是在我们讨论过程当中 只是在讨论克刚的过程 还是希望我们全国老百姓 关注一下台湾的经济 真的出了问题了 而且问题非常严重 昨天全球股市没有什么大大灾难 但台股却大跌了140点 这件事情还是希望全国的官朋友 在你选择政党的时候 要投下你关键的一票 好 当然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来宾 那先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 钟年晃 年晃你好 杰明好 大家好 年晃 昨天的学生跟教长的会谈 你打几分 你是给教育部长打分数吗 整体的这个大家期待会有解决的状况 我给教育部长打零分 那给学生呢 学生我觉得他们昨天做出让步了 基本上我给他们至少有80分的成绩 我觉得他们表现很好 重点来 其实很多观众 很多人的焦点是 我们的这位教育部长竟然在过程当中翻白眼 那他个人的习惯吧 但是这个过程是人家建议他你不要官僚 这时候他竟然翻白眼 官僚不是一天造成的 他已经官僚那么久 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不官僚 所以教育部长变成官僚了吗 等我们要讨论这个议题 另外就介绍我们现在民党立委 叶宜金 宜金你好 杰明好 宜金委员现在冒着风险来参加我们节目 为什么 因为现在立法院 还没有解除动员 现在是假动 今天是假动 那目前有任何的结论吗 有 因为有这个结论 所以我也赶快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是中午12点的结论 就是连国民党也签字了 各党派都签字了 是决议 那个 不过这是立法院的协议 行政部门会不会遵守 我们不知道 就是高中课本呢 这个应该要马上进行审议 同意他们高中的课本马上进行课程审议 审议委会马上召开 希望能够解决争议 那104年度呢就让各校去自由选书 所以会成立一个独立的审议小组来检视这些客康的争议了 本来就有审议小组 那104年它是用偷渡的 它是用临时动议 我们一直说的 说它程序不合法的 突然就自己 大书大义就自己去那里改了 所以我们现在给它一个 有法员根据 也给它一个立法院的同意 就是说你赶快去照程序 去进行这个客纲的这个审议 好 所以看起来这个事情 现在立法院也做出了决定 希望教育部重新有所谓的 已经成立的审议小组来审议科纲 同时两新旧科纲并行 好 这样的问题学生满意了吗 学生到目前为止还是围在教育部 那么这里又引发一个问题是 到底这个问题 马英九态度是什么 所以我接下来介绍一下 资深媒体员刚仁俊 仁俊你好 前面好 陶好 有人说这背后原因就是马英九的意志 当然你如果看整个科纲微调的这个案子 其实说实话 走到今天已经名存实亡了 教育部方面或者是国民党一直在强调说 这整个案子他们已经做到实质的让步 让到最后几乎已经没有可以让的空间 所以连这个所谓的撤回的这件事 是真的让无可让 我突然想到鲁迅所写的一本叫做 阿Q正传 这里面有一个叫精神胜利法 你知道吗 当所有人都打着阿Q的时候 阿Q说我终于被儿子给打了 这世界真是不像样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态度里面 教育部在这一次的科纲微调里面 确实违反了很多我们认为说 原先科纲微调应该所做的做法 我大概会出示一些会议记录给大家看 太好了 完全可以证明就是 教育部在这整件事情上面就是乱 没错 这个问题我们等会要请教 因为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国民党的议员 跟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我们来理性的讨论 到底在这过程当中 教育部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教育部觉得他是对的 等我们来双方面来多一些讨论 当然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台北市议员 黄珊珊 珊珊妳好 请民好 大家好 就克刚的问题 亲民党态度是什么 大人都搞不清楚的事情 不要为难孩子 那孩子现在教育部正在被为难 所以亲民党态度是怎样 政府的问题是要去解决问题 找出对策 不是制造对立 也就是说发生争议的事情 政府在政策上路 或者是在政策行程之前 都尽量应该避免要减少争议 而不是我们去制造了争议 然后不去减少争议 然后硬要上路造成社会动荡 这个刚刚好是相反 应该在形成政策之前 就已经广纳百川 把大家意见都纳进来 就不会今天炒成这样吗 好 等我们再讨论 为什么会炒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参参议员是法律的专家 等我们用法律角度来看 最后结果会怎么样 另外就是要介绍一下 很久没见到 在本节目很久没见到 台北市议员王宏威 宏威你好 大家好 前面太想念我了是不是 宏威怎么办 现在国民党似乎 现在的氛围对国民党是有一点生气 那国民党针对这样的事情 他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解决 是不是就是交给了教育部的审议小组 这个问题就可以稍微得到缓解了呢 我觉得今天立法院最后的朝野协商 在某一个程度上做了一些部分的解套 因为今天我们大家都关注在 就是最后立法院会不会民进党 强行要召开临时会 会不会要强迫教育部行政院 要接受这个立法院的一个决议 不过今天刚叶毅经委员也出示了 最后的朝野协商 各政党的召集人党边都签字了 也就是说第一个 他当然希望教育部重开课审会 其实重开课审会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对于这个课纲呢 再重新的做一个审议 就是说你要不要再做一个修正 那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 104学年度 也就是8月1号新上路的这个新课纲 目前确实是维持一个 所谓的新旧并行 那也就是由学校 尊重学校自由选书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可见就是说现在立法院跟教育部 目前就行政院的态度 目前是趋一一致的 好 都会有两个问题要 问一下宏会 我还没介绍这个示威之前 我要请教一下宜经委员 所以现在已经经过这种 所谓大家都已经有牵制的 一个状况之下 那还会再开坏吗 还再会开临时会吗 不会 国民党倾向不开 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还是开 所以操野协商的内容 就直接就双方同意退回到行政院去了 不要经过立法委员 立法院了吗 也可以这样 但是问题是 我们觉得开临时会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就这一段时间的争议 还是很清楚的表达立法院的立场 也让行政部门知道 你以后不可以这样完全不顾程序 而且连行政法院的判决都不理会 那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还算不算法治 哎呀 好问题都我要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位新同学 杰明是在政经遇过他的 那以前我们也是东森 曾经有就是有谈论过 那他现在是升任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郑世伟 世伟你好 杰明兄好 大家好 世伟 刚才我们委员已经提出一个议题 说既然大家都已经在操野市场有共识了 那为什么国民党不决定开临时会呢 就把这共识变成 当然还没有决议要不要开了 那比较 国民党比较偏向是不开 那既然有一个临时这个条款也叫教育部设计 审议小组 看起来应该不错 那为什么国民党就顺势就完成了 为什么不开呢 我想针对朱主席 他也有公开的一个宣誓 他也不排除我们立院能够开临时会 但是也希望都能够并行讨论中央组 政府组织改造 以及务兵制推动战型条例 草案以及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等等这些民生的法案 但是这是主席代表党的立场 但是我们还是尊重立法院党团 他们做成的一个决议 好 问题 我补充一下 我刚才看到苹果的及时 我刚看到其他的及时 就是立法院已经决定不开临时会 已经决定不开了 就是朝野协商 最后就是建议启动课审会 来重新检讨课审 就是立法院对国 就是刚才已经委员讲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提出要求 但行政院会不会照做 基本上是没有法律的依据 只是一个善意的告知 好 这样的结果 观众朋友可以接受吗 刚才这个 我正视为有说 其实他有些包裹的条件 看起来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并没有遵从朱主席的建议 看样子是开不成的 这个答案 观众朋友 你可以接受吗 我们等我来讨论 不过在讨论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段 李希亚 事实上我们一直有 非常有诚意 想要解决这件事情 想要和这些政府官员对话 说到昨天跟教育部长 吴思华谈话过局 难掩一脸失望 学生代表廖从伦 也提出如今的两点诉求 国民党在这样的党团会议中 表决参与临时会 表决参与谈话会 或者是 或者是以朝野协商的方式 黄金平院长与朱立伦主席 如他们先前所言 真的这么想要召开临时会 真的这么有诚意 和学生沟通 和社会大众针对这个议题对话 那么他应该现在立刻 亲自来到抗争现场 同学们希望能够全力阻挡 这已经上路的黑箱客纲 聚集在教育部抗议 已经来到了第六天 这主要的几个发言人 包括陈建勋 租着王品珍一大早都还是没有现身 记者会显然情绪都还没有平复 现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一波反反客纲的民众 说要到场向下 对于反反客纲的民众 抗议的学生倒是不以为然 但是现在也提到他们都已经退让了 希望教育部能够有所作为 现在国民党团已经表决 让临时会破局 学生们也说会死守在教育部 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 还在讨论 记者吴振宇 陈宇玲 NSNG小组 台北 蔡弘道 好 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长期关心也是亲自跟这些学生 有过对谈的年号在我们线上 在我们就是来说我们来宾 年号那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学生说这个情况 私下如果继续的占领下去的话 双方没有交集 对 现在看起来是火车对撞 那今天我看的新闻说 吴思华在国民党党团大会里面 曾经两度表达辞意 但是也没有人出来证实说是有 还是没有 那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看到的是我们的教育部 从一开始在这一波的所谓的103课纲 他就没有照他自己布定的作业要点来做 然后一路这样走过来 现在造成这么多学生抗议 我觉得今天立法院 如果能开临时会最好 但确定不开了 对 那不开临时会的话 虽然草野协商有达成这个共识 那我的研判 如果在草野协商大家都签字的情况下 我认为教育部应该 应该还不至于不遵守 草野协商的结论 我认为 我认为 那如果教育部真的最后还是不遵守 那那恐怕掀起的风波就更大了 因为虽然说草野协商的结论 他不等于院会议决的决议 这个法律效率上有差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是因为国民导团 如果说他坚持不开临时会 那现在临时会也确定不能开了 那这个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方式之一 就是大家也许各退一步吧 这是一个政治解决的方法 就大家各退一步 那你也可以 我也给你一个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重审重开课审会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今天草野协商留了一个尾巴 那就是那现在这个课纲 能不能继续推 因为草野协商 并没有讨论到这一块 至少刚刚叶委员给我们看 并行 104年是并行 并行 那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翻遍教育部的法律 也没有规定说可以两纲多本 因为我们我们现行的 就是一纲一本 或一纲多本 我从来没有看过两纲多本 那那请问部长的一句话 可以超越法律吗 就你要变形可以 你给我你给我法律基础 现在已经是马总统已经定掉 就是要两纲多本 对毛奎也定掉了 就是两纲多本 他说他也说这个是一个假议题 不要再谈了 所以已经是从马总统到行政院长 到教育部长都定掉了 可是法律在哪里 法律在哪里 你教育部长 教育部把法律拿出来给我们看嘛 因为现行的制度就是一纲一本 或一纲多本 他没有两纲多本 这个这个制度嘛 那我知道情况的意思 还是总统可以超越 我的意思就是我怕这是一个 又是一个骗局 他跟你讲说现在新旧并行 到时候跟你讲说没有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法律规定只能一纲多本 所以这个旧的就没用了 你今天你要两你要并行 你要并行 那请你把你的法律基础拿出来 就是到底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是可以一纲多本 一纲一本 两纲多本 你把制度拿出来给我们看 好 我再请教任俊 跟宜京委员之前 我先请教洪威 洪威现在状况 已经变成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 你退回到教育部做课审的 重新召集课审小组 来在省市这里面 没有这个就是争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新旧并行 这样子就解决这问题 新幼并行又有个问题 教育部似乎没有多光多本的 这个之前的法律依据 那不是变成是说 没有法律依据 立法院也做了一个决议 而马总统这个决议 是不是有抵触呢 我因为刚刚年晃 谈到这个 我又赶快我想 就想要补充解释一下 因为我自己可能 因为小孩生的太多 生了三个小孩子 所以我对于我们教育政策 我我比较关心 过去一纲多本 为什么要实行一纲多本 那时候就是大家非常有些争议 就是担心说所谓多本 多本教科书 那是说孩子要念多少本 所以郝隆斌就说一纲一本 这不是郝隆斌问题 那回到一纲多本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 因为我们常常教材是跟考试 是结合在一起 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就是考纲不考本 考纲不考本 所以大家不要紧张 因为为什么要多本呢 就是说让我们的教育变成多元 所以考纲不考本 一纲多本 好 那现在大家就说 那现在既然西旧病 怎么会出现两纲呢 没有错 我们原来的 我们原来教科书的原则 是一纲多本 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两纲 必须要说就在这次的 反克纲的行动里面 因为出现了很多政治力的介入 刚讲说这样会不会是一场骗局 怎么会是骗局呢 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十三个县市 这个已经是执行了 十三个县市就说 我不尊重你教育部的那个克纲 我采行旧克纲 也就是说现在是地方 已经是抗争中央了 就是在今天立法院 做成这个朝野协商之前 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就已经说我采行旧克纲 我不采行新克纲 那比如说以台北市来说 那台北市呢 就基本上是说 新旧并行 台北市也属于新旧并行 比如说尊重 就是说如果你学校呢 学校也有选书的委员会啊 老师也可以有选书的一个自主权 如果老师呢 决定学校 老师说决定我选择新克纲 那台北市政府也说我尊重 所以以台北市来讲 就是一个新旧并行 所以现在讲说 所谓的新旧并行 是不是骗局 绝对不是骗局 如果是骗局的话 那所谓十三个县市 民进党十三个县市 就在骗人了嘛 因为他现在目前为止 我所知道他们就选择旧克纲 好这个这个是非常重要 侯辉你问到一个重点了 太经典了 学校政府是说 教育部是说 好了好了 就有老师决定嘛 那既然是老师决定的话 那各县市的局长 可以代替老师来做决定吗 不行 我要我要讲 就是说 本来这个克纲 本来是确实克纲 确定了之后 那么就是应该要选择新克纲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 包含媒体人 或者一些民意代表 拿出来说 你看你们教育部 全部都是骗人 因为教育部 包含在之前 很多学校去问教育部 因为大家很confused 你知道吗 这次其实学校跟老师 也被整得很惨 因为他会说 过去教育部 只要是确定新克纲的时候 那么选书就是用新克纲 可是呢 在这个整个争议里面 我们的县市首长 告诉我们 我们还是用旧克纲 所以有些学校会担心说 那我到底应该选择新克纲 还是旧克纲呢 所以呢 有些就会去发函给教育部 想询问说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的执行 那么原来教育部的说法 因为我们原来的克纲 确实新克纲定定之下 之后呢 就是采行新克纲 所以有一些公文 发出去的时候 就说 还是要求采行新克纲 那我要讲就是说 到现在为止 教育部 也就是行政院 现在定调 就是新旧并行 也就是说 现在各学校 我不晓得各县市状况怎么样 我刚刚讲的台北市 台北市基本上呢 是采取旧克纲 但是 如果学校的这个选书委员会 决定你要选择新克纲的话 那台北市就尊重 那但是有些县市呢 已经是通涵 就说我们是选取旧克纲 那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 也就是按照今天立法院的决议 跟目前现在实际状况是吻合了 也就是是新旧并行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即便在昨天 大家可能觉得那场沟通 觉得吴司法华非常官僚 完全都没有让步 因为克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但是就我来看 就是在昨天确实教育部第一个就是新旧并行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决议就是 原来因为他不是8月1号我已经上路了吗 然后那学校已经选书了 那如果说这个教材都印了 那我现在没有办法改 可是那些教育部呢也宣布 也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因为我一直看媒体 媒体报道是说 教育部说如果学校是选择新的教材 但是我现在决定我要改回旧教材 改成旧克纲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你要换书的 这个这些的经费成本 由教育部来补助 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 我的意思说老师说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质疑说 那你今天补助是从你 我撕滑口袋逃出来吗 洪卫这部分我们等会可以来讨论 这个问题是个大议题 我们等会要讨论 但是我要问一下宜京委员 刚才其实洪卫讲的一个重点 考纲不考本 那现在两纲多本 那教育部是说 我再补充一下 以前是考纲不考本 但这次新课纲教育部很早 就已经宣布 这一次的新课纲内容不考试 不在考试内容 这个部分已经是很确定的 好 我就一定是来 本来是考纲不考本 好 那现在有两个课纲 但新的课纲又不进入考试 那还有谁要选新课纲 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说 海星人才知道 我们这是大人 那胡搞 真的害死这些学生 我可以理解 年华王他的质疑 你今天说新就并行 好 那新就并行 又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政党轮替的一个关键 好 假设明年参与文当选 然后我们就改 那改的时候 他们说不行 我们还是要并行 这个没完没了 就这样并行下去 假设又有一天 国民党又执政了 他又要改的时候 我们民进党也一样 不行 我还是要并行 一定是这样子力一开 但是我认为这样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历史真相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这让我们的小孩可以新就并行 比如说刚刚洪卉说 我们台南民党执政的 就会用旧课纲 对不起 还是只有四所 市立高中 只有四所 其他这个教育部直属的国立高中 他就会用新课纲 那所以到时候考 你是要考哪一本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考要考试委员 你要小心 你考出来 大家写的答案不一样的时候 真相是什么才是真的答案 我再重述一遍 这个这次的新课纲 教育部他宣布说 不会进入考试 不会成为考试的题目 那如果违反的话 这就是大事情 因为大群之间 没有这个说不考的 没有什么不可以考的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争议 洪卉说 教育部已经说不会考了 但是我还是要把他讲完 但是应该不要考 但是已经说 真的会这样吗 到时候这个去考了 怎么办呢 好了 所以一个单纯问题 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考纲不考本 你的新课纲不入到考试 那要这个新课纲干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万一教育部最后决定事情是 嘴巴上面说我不考 但最后进入考题会怎么办 当然刚才我们人俊说 他教育部有三个重要的档案 来证明这过程当中 让学生跟家长非常不安 到底是什么 当然广告之后你知道吗 有人到教育部前面去冲撞学生了 我们等会一进到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进口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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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